全球的环保意识抬头 法国水铁龙推出了纯电的概念车 设计简化更使用了大量的回收材质 而石平安龙头雀巢也承诺会赤资超过10亿瑞士法郎 来降低咖啡造成的环境冲击 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环境基金 也正在寻找伙伴来修复非洲一亿公顷的土地 澳洲也推出了零灭绝的十年保育计划 希望可以在2030年之前 将澳洲三成的国土都化作保护区 而保护地球其实也可以从你我小小行动做起 印度一名商人就把废弃的烟地也能成为欣赏机 在印度的街头 不管是骑楼还是马路边烟地随处可见 不过这些没人要的垃圾现在有了新价值 我们在工厅里的材质物 我们在工厅里的材质物 根据世卫组织估计 印度有近2.67亿位瘾君子 大量的垃圾靠这间工厂升级再造 从一天10公克到现在 每天可以处理超过1000公斤的烟地 找来妇女们帮忙分离出纸 烟草和塑胶纤维在制成纸类产品堆肥 还有绒毛娃娃和靠电 兼顾环保和商机不止小企业相应 法国薛铁龙也在近期推出一款造型独特的纯电概念车 舍弃复杂无用的设计 并且以回收瓦楞纸板代替钢材 专注打造清明的未来车款 独特的巧思也能从挡风玻璃看见 采用垂直造型减少玻璃用量 薛铁龙表示考量到汽油变迁和零件短缺的影响 车子设计成不到1000公斤重 而且时速不能超过110公里 至于食品龙头雀巢也在周二宣布 到2030年前将斥资超过10亿瑞士法郎 用于采购有序咖啡 是先前承诺的一杯多 主要原因是多想研究都表明 目前半数用来种植咖啡的土地 到达半世纪恐怕会因极端气候和疾病 失去生产力 而在近年来 哺乳动物大量死亡 甚至灭绝的澳洲 也推出零灭绝的十年保育计划 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将在2030年前将澳洲三成的国土化作保护区 并且优先列馆110种物种和20个地区 派能及时保护当地特有种 同样加强生态保护的还有智力 宣布将在阿塔加玛沙漠建立新的国家公园 以保护这里每三到五年才会开花的自然景象 同时促进观光 联合国七欧峰会下个月即将在埃及登场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环境基金 也正在为扭转非洲森林的流失和土地退化付出行动 基金负责人表示 目前正在寻求和非洲及欧洲国家合作组成联盟 以达到减少大气中的碳 为农民带来更好收入和粮食安全的目标 保护地球行动 可不容缓 同系协力才能确保家园永续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